政府高层人士今天证实台纽经济合作协议将在明天中午正式签署 由于两岸签订服贸协议引发民间很大的争议 因此选在这个时候对外释放台纽经济合作协议的讯息 是不是别有用意呢 这是否可以在未来正面的帮助台湾拓展对外经济版图 今天我们的焦点纵横为您深入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您怎么看台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 尤其是在两岸签订服贸协议引发争议之际释放这个讯息 我们要怎么来解读 是 现在是释放消息了 那会不会台纽然后真的是会签经济这样的协议 其实还在未定之天 那程儒刚刚所说的说 而这会不会只有纯粹是一个经济这样一种议题 是不是牵涉到这个政治 因为现在其实政治经济都很难分 我们也知道最近两岸这样的服务贸易 这个协议在台湾掀起非常大的风暴到现在都还是在燃烧当中 那会不会我们的这个政府然后借了要跟台纽 然后是跟台新然后签这个贸易协议 然后来这个真的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去把它转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其他国家签这个贸易协议 那大家都是用了这个正面的这种方式去看 跟这个中国在签的时候 然后是比较特殊 可是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要跟其他国家然后来签这个FTA 那自从跟这个中国签订了这个ACFA以后 那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开的秘密 已经要得到这个中国的这样种这个统益 我们才可以跟其他国家然后来签这个贸易协议 其实跟我们当初要加入WTO其实有一点类似 所以现在这个传出说台纽要签贸易协议 让大家非常的吃惊 所以免不了要往政治方面去想 所以到底会不会签成呢 我想我个人还是不是说那么一样的这种肯定 好了签成以后 到底真的是对台湾这个利还是弊 我想应该还是这个利会代弊 因为我们跟其实跟纽西兰这个贸易关系 也不是说那么一样的密切 但是我们知道纽西兰是个农业国家 所以它这个如果开放我们这个开放 然后纽西兰这个农产品然后到台湾来 会不会对台湾的农业造成冲击 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先提出来 我们并不是说对我们造成冲击 我们就要去拒绝 可是我们应该是要好好地去正视这样一种问题 不然以后对台湾的农业 又会造成更大的一层的这样一种打击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 然后好好跟我们的农民去做商量才对 感谢观看